一年一度的台北龙山四点灯 在今天早上六点开放号码牌 短短五十分钟一千个名额发光光 后来加码两百个 不过您知道吗 今年的第一名 其实呢一个多月前就已经来排队了 他们是专业的带牌达人 他们说今年虽然是没有大灯 全部改小灯 但是如果抢得到的话 就可以用一万五的价码卖出去 而他们怎么排班呢 他们可是有三班制的 强烟的一度龙山四点光明灯祈福 早上六点开放锁票 五十分钟一千个名额就被抢光光 龙山四只好再加码两百个 向这位先生抢到第一号 你不是排第一个是不是 是 身份敏感拒绝送房 这位先生十一月初就受雇帮人带为排队 不止第一名是带牌枪手 千几位也都是专业级的带牌高手 串成一组然后轮流排 你自己一个没办法排这么多天 这对父子自己来抢号 不过大部分点灯大众都是婆婆妈妈 无法长期守候在龙山四 于是带牌点灯相当夯 也就是代替大人排队 领取号码牌 最早一个月前就要来排 只是最近天气冷 郁寒相当重要 很容易啊 我有个胃经就够了 除了后衣保暖 也可以准备暖暖包 或是热眼来暖身 分配轮半症也很重要 通常分成早晚三班 休息时间可以如厕 或是回家洗澡 不过要自备睡袋 八百到一千都有啊 也有人卖一千五啊 这行情很乱很不好 中间的也有备用吗 但是这不清楚 这不能透了不好意思 我知道 我才付三百 每个人都付三百块 所以那个人排五 五就三百 对 所以等于一张票一千五 代替者薪资高 以去年抢大灯第一名 下马最贵喊到两万五 就知道行情 今年虽然取消大灯剩小灯 最贵也喊到一万五 金星沙民众抢点灯 也让这种带牌特殊行业 每年趁机抢前 记者上周我许中颖 拍不从头